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南天九大菩萨之禅迹 开南天九大菩萨之禅迹 东方药师佛 他的因果论 十恨时之禅 为什么人会有十恨时 这都是因果论 曾经有一位信众 大德 来宣佛寺请示 王产老祖 说他这一生 怎么身上都长着灵 那样了 不会讲 找医生都长没有效 吃药也没有效 用摸药也没有效 老祖主就跟他开始了 你全身上山抓蛇 他给杀蛇 蛇蛇 蛇蛇 所以你这一生 因果 你就是犯了 杀蛇的罪业 这是你先世的罪业 罪业是你的药无效 求医无效 那周岳先生啊 就请示老祖说 我该怎么样来忏悔 才能消除我的业障 确实很难过 躲 躲没有地药是可以躲 要也 再怎么样的药都吃 再多钱都买下去了 也都没有效 那我就拿一本 良黄宝灿 你回去 每天 念这一部 良黄宝灿 念差不多三个月 你的病就会渐渐的缓候下来 他就很高兴了 最后我送给他的良黄宝灿 他就向佛顶礼 我回去照修 到了还没有三个月 这个人就跑到仙佛寺来 脸受花光 身体看起来和平常人一样 就跪下来说 师父啊 我就这两个多月前来求问老祖的 我的罪业为什么这么重 你告诉我 我全身杀手 抓手 卖手 这个罪业 所以啊 我回去就照这个 药师宝灿去修 去练 练练练练 差不多一个礼拜 他呢 他呢 身上的余林弦就开始退了 每天退了 满地了 都是余林弦看得很恐怖 但是他就一直在练练练 所以练了 一个多月 身上的余林弦快退光 啊 他就很有信心的继续在练 在修 到了两个半月 他身体的病完全恢复 所以老祖说 开始了 人一旦有重大的病 一定要寻根救敌 查因果 才能消灭 你这个罪业 查因果才能够 解除你的痛苦啊 那么相对回来 我们怕未来生 会得到恶报 那这一生 我们就不要杀手 卖手 抓手 所以 要是佛 在开天九大菩萨 坐在玉帝 南天门坐前 轮到 要舒服 要舒服 坐在 我旁边 第三个位置 他出来讲话了 所以因果论 因因果果 果果因因 人不要 不信因果 人一旦不信因果 会被因果 来处罚你 所以 要舒服 他出来讲话的时候 一直要 并 无病 可医 因缘 果报 并 无病 可医 因缘 果报 要 无 要 可医 也是 因缘 果报 所以 连续 说了三句 我听得很清楚 我感觉 非常的 尊贵 所以 现在 受贿人 你这一生 糊里糊涂 做一些 幻音果 那你来生 一定会有 恶报 夜报 旅报 不爽啊 所以 要舒服 勉励 所有的 在南天门前 广场 农天护华 还有 泛泛众生 要舒服 他的因果论 讲得 非常的清楚 所以 希望 从南天 而降的 农天护华 要 注意 众生的 因果论 因果律 有因 必有果 有果 必有因 有因 必有果报 有报 必有 恶报 与善报 恶报 吕报 不爽 善报 也是 吕报 不爽啊 而 要舒服 很感叹的 说 现在众生 都不知道 因果律 才有那么多 的人 在 哀哀叫 大家 平安 这次台湾一边 应不成功 妙地生 各位维心闲事同修 各位维心闲事同修 殷殷果果 果果殷殷 善殷必有善报 恶音 必有恶报 曾经 我在 仙活事 为人 解疑的时候 一位先生 一位先生 从雾峰来 穿了不怎么样 他就问我说 轮到他了 他说 师父啊 我到底有什么 好报 才有今生 儿女都平安 老婆也很多岁 我也很多岁了 92岁了 我详细一查 看了一下 我说你啊 这一生年轻 开始都做好事 你在走的路上 你都会把石头 把它捡到路边去 怕人家 骑车子 滑倒 而且呢 马路上 的牛粪啊 以前都养牛很多嘛 马路上的牛粪 他都去把它捡起来 放到路边的 果实 下面 当作 肥料 啊你看到 路上的一些 啰嗦 都是啰嗦 你就拿哨把 把它扫掉 让路人都好走 啊 他很高兴 他说我小时候来 就是这样 因为 我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 没有多久 有一个唐三大师 来到雾峰 来看那个豆杯风 您家花园的桌植 豆杯风 那那个地鲤 那个地鲤呢 和草屯到处为人家点地鲤 有一天经过我家里 刚好我出生了 家里小孩子哇哇叫 他就进去了 进来家里 我的阿公 就赶快请这一位大师 进来做端茶 给大师喝 而且 请他喝这个鸡酒 鸡酒 和油饭 这位大师 很高兴 他说你有这个善心 以后你这个 孙子 出生之后 也有善心 要花善心 他的命 就会很长寿 而且 他的命 只有15岁 就要走了 就要回去了 所以他都是 每天 日行一散 这一个小孩子 他的受识 可以到95岁 所以那位先生呢 他跟我说 他的经过 到了15岁那一年 刚好那麻辣里亚 孽疾病 全村的人 好多小孩子 都死翘翘 只有他 没有死翘翘 刚好是那一年 一劫 所以啊 他就 活过来了 所以继续行善 每天 自己种田以外 他就是 到 田之间的路 路上 有石头 他就把他捡到旁边去 有碎石 就把他扫清除 有 那个牛粪 鸡粪 猪粪 他都用 扫把 把它扫到 他的笨鸡 难道 拿到 这个路边 他的果树下 所以他都这样做 做到92岁 他身体还很硬朗 或者到95岁 才走 95 住身 晚上 睡一睡 就走了 也没有病 没有痛苦 那这位老先生 晚上 傍晚 还在 观孙子 一大堆 有说 有笑 告诉孙叔说 今天我上 最后一半车来 我要回去 孙子也不晓得 他们在讲 什么最后一半车 那时候 台中 和南投的 铁轨 已经被 八七水灾 流掉了 所以 这位先生 到95岁 那天晚上 跟孙子团聚 而且叫 媳妇 去买一些 竹笋 竹笋 来煮 煮 煮轻一点 不要放 油 不要放肉 它要 煮轻一点 所以 媳妇 很孝顺 就 喝一喝 煮 煮起来 给老爸 他呢 很高兴的喝 喝一喝 那天晚上 就走了 放下来了 所以这个是 有好报 让我奉献 各位同修 熟 熟患 善诸事 我们在路边上 看到 一些 杂物 路中央 我们 去把它捡到 路旁 不要像 我有一天 我有一天 在中心大学旁边 的 马路上 有一位 开了 VMW的车子 他停下来 他喝了 那个水 剩余的罐子 放在 车子 门打开 放在路中央 这个 真没有道德 真没有道德 所以我也想起 以前在高雄 一位老县长 他出去 看到 他的 县民 随便乱丢弃东西 他一定去追 随他回来 把这个东西捡起来 这个也是 这一位县长 做好事 所以 我们在事业上 时时刻刻 都可以做好事 时时刻刻 都会无意中 做到坏事 以后 就有 恶的果 来报 夜报 所以各位同兄 我们现在 人啊 有很多不顺 都是全身 累积下来的夜报 才产生 未来的夜报 所以就都有 阴阴 果果 果果 阴阴 那么现在 我们听到 这个 残疾 我们就要 好好好好了 重新做起 免得以后的 罪 报 这次台湾的 民 应不成功 妙 地 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果论 要是佛 他又出来讲话 现在的人 可说是非一大堆 所以不说不清 理也理不完 我就让我想到 我在洪华立生的 这么多年 遇到 信众 太太 他来到老主面前 很虔诚地说 老主啊 我今天有一个困难 哀求 我说你讲啊 什么事情啊 他说为什么我现在 在上班的地方 口说特别的多 回到家 口说也很多 下班啊 外面 跟人家聊天 口说是非 也很多 让我很懊恼耶 我就跟他们 恕恕恢恢恢恢 口恕心恢 我说你就换了 口说之灾 趁你三寸不乱诸首 乱批评他人 无中生有 你全身就是这样 无中生有 四处非非 所以你这一生 你的工作单位 你的家庭 你的亲朋好友 都是用口说之灾 来害你 让你 招架不住 那么这岳太太 她输入我也不晓得 我前生 有什么罪过 罪生才会这样 我已经跟你讲了 就是前生 你是口说之灾 特别多 乱说人家的好处 坏处 乱说人家的 无中生有 所以你上一辈子 没有修口 所以这一辈子 你的先世罪业 就是你的口说之灾 那么我现在怎么办 疏忽啊 很简单 所以一直练佛号 拉摩阿弥陀佛 拉摩阿弥陀佛 不要再讲任何余句 是与非 一直练阿弥陀佛 人家在讲的时候 你在旁边听 再练阿弥陀佛 都帮他们归一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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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说人的示灾 你也一直练 拉摩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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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们归一啊 归一阿弥陀佛 就没有口说之灾啊 那么这位太太 叔啊 这样有效吗 需要阿弥陀佛的 那就有效啊 说绝对有效 你回去试看看 试一个月 再来找我 她就回家了 回家就认真念佛 念了一个月之后 她老公 来到宣佛寺 跪在阿弥陀佛前 拜老祖 拜阿弥陀佛 拜观世音菩萨 刚好我也在大殿 她就跟我说 叔父啊 你的名言我记住了 我都不跟人家讲 长长短短 树树辉辉辉 我都一直念佛号 人家朋友听我在念佛号 就停住了 不再说了 那就对了 我跟她说 这个圣灵 这一生修行的 大导师 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除了阿弥陀佛以外 其他佛 菩萨的名号 也可以 他说啊 刚好我是念阿弥陀佛 从小到现在都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 是非那么多 就是你念阿弥陀佛 要为这一个过去的口业 来消除罪业 所以这两位夫妻 很高兴 他说我看你是在家修行 怎么叫我们出家修行 我说没有出家也在家 只要一心向善 一心念佛 那你无所不包 无所不受他 感应和感化 所以这一位夫妻 他又带了 过了几天 带了很多信众大德 来到宣伙室 拜佛 拜老祖 而且 跟我说 他呢 拜佛以后 就又结了这一群 的善知识 所以今天他们来 拜老祖 拜观音菩萨 来感恩 叔父 我说你不要感恩我 我主是传达 老祖给你的天机密 修口 和修心 然后养灵 你口不修 你就会碰到 事实微微 到死的那一刹那 还是事实微微 你一定会掉入 地狱界 在受苦啊 这一位 这一对夫妻啊 叔父 我不想到地狱啦 我想到天堂 那我说你就继续 念佛吧 只有佛 才能救你 没有其他人 可以救你 所以 各位 微心 贤士 同修 平时 我们要多练佛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归一 阿弥陀佛 一段时间之后 你身上 旁边的 医护灵 边亲在主 都会受你的 佛号的法音 来感动他们 阿弥陀佛 他们就 跟你一起回归 极乐世界 佛境图 这 即是消除 罪业的最好方法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的 开示文 我们会运用 那么你这一生 一定会成佛 一定会成道 一定会登西方 极乐世界 佛境图 阿 祝福各位 这次台湾一边 英国成功 妙一生 各位微信 闲事 各位 双三知识 民国 周七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阿我们到 阿台东 大午山顶 天窍穴 开启南天门的时候 有九大菩萨 阿坐在 南天门坐前 玉帝的金融 坐前 由王坦老祖先 发言 然后由 寄宫古佛 发言 然后由 神龙大帝 劝人要洗腹 发言 第四位 是由 开山祖师 发言 要有信心 即能 突破 一切的障碍 到第五位 就轮到 要是佛 很元素的 开示 开示 南天门前 的 众生 和从南天 而降的 隆天护华 哈斯汪大众 他就是讲 因果律 因果论 有兵役 必有果 有果 必有因 有果 必有报 有善报 与恶报 所以我们在 世间上 看到很多人 有恨死了 走路 走在路上 就被车子 一撞 就死了 一个 恨死 他去 铁路上 走走走走 被火 出来 压死了 也有 恨死 还有呢 坐在 飞机上 掉下来 也是 一恨死 骑在马上 被马 跳起来 然后 掉下来 也死了 也是 恨死 被人枪杀了 也是 恨死 兵刀 手杀 也是 恨死 到餐压死 吃东西 无意中 吃到一些 不良的食物 而中毒 而死的 也是 恨死 登山 登山 落到 悬崖了 也是 恨死 被树倒了 压死了 也是 恨死 所以 有十大 恨死 怎么回事 这都是 因果 律 都是因果 曾经 一位 信众 大斗 拖着 两只脚 开刀的脚 很难过 来到 王产 老祖 坐前 他说 老祖 我这一生 都没有 害死人 为什么 我会 这么难过 老祖 就说 你今天 果然 再回来了 你在 前生 去登山 的时候 按 你的 山 游 山游 他掉到 悬崖 你没有 去救他 所以 朋友 恨死了 那么 就恨你 你不救他 所以 你到 这一生 来 你这 恨死的 朋友 他又 找上你 让你 受尽 折磨 这几次 恨死 那么 这位先生 疏 那该怎么办 我感觉 身上 都有人 在我身上 怎么办 请示 老祖 老祖 就告诉他 严厉的 告诉他 你要 念佛 回向 回向你 那一位 登山的 同 同事 朋友 一直 连 回向 你要 念差不多 要 半年以上的 南无阿弥陀佛 并发现 以此 念佛的功德 来回向 给 当时 同时 登山 摔到 悬崖 恨死的 朋友 能够 解脱 所以 这位先生 他就 很虔诚的说 我回去 我一定会 好好练佛 来回向 练到 半年 他两只脚 好了 身体 走路 剑步如灰 他就感觉 身上的 那一位 朋友 也到 极荒 极肉 世界 去了 所以 老祖 给人的 开示 都不是说 只说 你 患了什么 罪业 你要 找一个 解脱 修行的 方法 来 消除 罪业 后来 这一位 信众 大抖 他有时间 就到 宣伙 宣伙 来看我 告诉我 说 念佛的功德 很大 我再找一个 时间 我越路 天下事 的时间 我会 找他来 献身 说法 这一句是 要是佛 给人 的 智慧 要是佛 给人的 希望 也是 亡产 老祖 救度 众生的 上 圣 心 法 所以 我们 开这个 节目 是为了 我们的 维心 贤士 来生 不要再患 这一生 好事 多做 坏事 不要做 那样的话 你来生 一定是幸福 一定是光明 前途 是光明的 所以 要是佛 开世了 大家在求医 他 病 无病 可医 药 无药 可医 英年 果报 弄清楚 然后从英年 果报 去忏悔 那你 这一生的 痛苦 就会 解除了 所以 老祖 开这个 法文 开这个 频道 是要让 天下 太平 是要让 普天下的人 不要换上 英国 众善 英 得上 国 众恶 英 一定得 恶 国 女报 不 不 爽 等到 你 遇到 报应 要再来 求解脱 那必须要 有 很大的 信心 很大的 耐心 和 慈悲心 才能 消除 与 与 癌 全 加 阿 米 豆 大 各位微信閒事同秀 及各位失望善知識 限世報 最恐怖 乃世報更恐怖 所以限世報 大家看得到 所以糊裡糊塗 不知道積善因 積善果 結果限世報出來了 曾經有一位先生 他是種山和種田 他喜歡打獵 到深山去抓猴子 抓小猴子 回來養 大猴子 抓回來殺 這個小猴子 被灌在家裡的 籠子裡面 一直在求救的樣子 有好幾隻 我去測量的時候 看到他 這個小猴子 我說先生啊 你養的猴子 是啊 很好玩耶 你不怕英國 還有什麼英國 我這一生 最不信英國的 等到他老的 我六十幾歲的時候 六十幾歲的時候 他的頸子 喉嚨 長滿了 一個弦 身體也長得弦 養我養我 酒家呢 有一天 我測量 到他們的家 去看 這隻猴子 這猴子很高興的 一直想要求救 但是 我又愛莫能助 我只能告訴說 這些猴子 先生 女士 這有因有果的 你就去尋找因果論 去求 龍天護法 幫你們解脫好了 過沒有多久 那一位龍夫 我也去了 到他家裡 看這個猴子 他問了說 你看這個猴子 這樣好可愛喔 他們頭在抓 頭在抓 很可愛喔 我說 先生 你為什麼不把他放出來 放出來 會咬人呢 那我就沒有話說了 你好好善待 這些猴子啊 不然 會有限制報 這位先生 聽我說限制報 很不高興 我聽你的說 拿手拿拿出來 聽你的說 找不到我啦 所以 過了沒有多久 我測量 又經過他家 這位先生 這位先生 阿摩根都包起來 有啊 包到八百八 頭也是長滿了弦 行褲子長滿了弦 腳也長滿了弦 問我說 他說 張先生 你有沒有要 我說沒有要 啊 你把這個猴子 放掉 讓他到深山 去 自在生活 啊 殺了猴子的 啊 你已經殺就殺了 啊 去求成王爺 或土地公 幫你解罪 消遷 這位先生 那時候 果然聽我的建議了 啊他就 把猴子全部放到 啊 住家後山 啊 給他們自由自在的生存生活 啊 啊 然後 猴子他也不再殺了 啊 所以啊 啊 周爺先生 就開始去 找藥 找醫生 啊 那我找到一個 恰恰 跟他醫好了 啊 可是醫好了 沒有多久 周爺先生 就死翹翹了 啊 這就是因果論嘛 他說我才不相信耶 這就是憲世報 憲世報是很恐怖的耶 一定先折磨你 折磨了半死 再讓你悟乎哀哉 斷了氣 所以我們世間人 要信 憲世英國 要是火 他出來講話了 他說憲世報 最可憐 也是最可惡的 才會得到憲世報 啊 要是我 就哈哈大笑 眾生 不知英國 的原因 太多太多了啦 才有世間人 那麼多的病 那麼多的患痰 那麼多的 啊 喜怒哀樂 那麼多的恩恩怨怨 相互的報應 啊 這個都是 過去生 的報應 落到 這一生來 啊 啊 夜報 顯現了 任你怎麼跑 也跑不了 所以我奉獻 維新賢士同修 啊 你們 養一些動物是很好 啊 同樣的 動物也是有靈性 你就 讓他 自由自在 啊 去活動 好了 免得 沒有多久 以後 憲世報 啊 來了 你逃也逃不掉 到最後 莫名其妙 五福哀哉 真是可憐又可憐啊 所以要是佛 他很慎重的 像從南天而下的 啊 農天護法 啊 開示 啊 人要相信 英國夜報 不要 種英國 換英國 到時候 你農天護法 來世間 會和眾生 同樣 得到 英國夜報 所以 這個要 注意啊 希望各位同修 要注意 啊 以免 以後呢 你們放上 換上 英國夜報 就哪 花 不來 祝福各位